提问题学数学 那这道机率题 题目看起来也有点复杂 那其实我们可以 先把它再简化一下 就是里面一开始有几颗球呢 有3n颗球 然后我们已经 先抽了6颗 所以呢剩下的 就是3n-6 那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抽出来的球 跟什么 跟这6颗相同的几率 小于十分之一 好那这里呢 两个1两个2一个6一个7 所以如果要跟它相同 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有6颗 就是一个1一个2 两个6两个7 好那这边我们再把它移向 60小于3n-6 我们上次呢 就会得到3n大于66 n大于22 所以最小值就是23 好所以关键 对关键就是要清楚 你要算的几率是什么 那利用未知数表示 在求解就可以得到答案 好说有6颗的1个7个7号 描述 预估订阅 如果要再一个2个7号 所以我们更加的9号